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历来都不想听你们刑警队给我介绍案情 不是信不过你们 主要是 我想在物证面前最大限度地保持客观和公正 这你是知道的 所以你替我保护好现场就行 那这样吧 我先走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你怎么每次都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现场 这么简单的案子 只有你们见证中心的人 才喜欢睁这个牛角尖 没办法 这就是我的命 你破案我来找证据 破了案呢你立功 破不了案 责任可就是我的 好了好了好了 军工账上有你的一半啊 先走了 你们看 经过初步勘验 死者是头部受重击而死 现场呢 发现一个带血的酒瓶 应该就是凶器 另外 死者身上还有很多奇怪的伤口 你们注意没有 死者的伤口颜色深浅不一 说明伤口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 显然生前经常被殴打 也许这次就是被打死的 能不能确定就是她丈夫打死了她 还要看酒瓶上的指纹化验结果 真是什么 家伟 你不是说要约会吗 昨天说的 放你半天假 快去吧 不用了博士 又吹了 吹了 我说家伟 你可别太挑了 这女孩对你挺好的 又给你送吃的 又给你送喝的 我说你小子可 不是那样的博士 不是 不是 每次吧 你和女孩约会 都赶上出现场 你说哪个女孩愿意等你 是吧 秦姐 这倒是实话 我这个鼻子和你的约会 就是咱们见证中心的两棵消息树 不是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吧 乔伟 姐跟你说 你真的别太着急了 好姑娘在后面等着你呢 对 我看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找个女警 凑合着过 华家伟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找个女警凑合着过 女警怎么了 我该你打光棍的 你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 对了 我忘记了 她最近这闹家庭矛盾的 秦姐 我错了 秦姐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问你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 是不是 经常吵架 秦朗 你说书姐这么做行吗 啊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滚刀肉 不行 我得再进去吓唬吓唬她 我看就差不多了 哎 你现在别进去啊 马上就个问出来了 书 书 书 喂 谁啊 哦 你啊 你别去接她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不要见她 进了 你们夫妻两个长期这么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啊 我们这婚姻啊 已经名存实亡了 既然出了问题嘛 就想办法解决嘛 不行 我怕失去我女儿 那你就会失去更多 啊 这件案子基本可以移交了 我们十年来的最后一级名案 破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件案子基本可以移交了 你说什么 我说这不可能 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有作案动机 你还缺什么定罪呢 缺证据 何书记 我看你是故意找找 张棠 在我看来 你是给犯罪嫌疑人施加了压力 用一种很不科学的办法 让他看起来更像个罪犯 我看是局里把你们中心捧得太高了 你也自我膨胀得太快了吧 怎么样 换是我们巡警队的事 用不着你来交 可是找证据 是我们鉴定中心的事 真是个书呆子 你整天去玩弄那些什么电脑啊 瓶瓶罐罐还有什么破烂的一起 那有什么用 那没有用 办它必须靠经验 是 我承认 你那些经验很有用 会帮到你 可是你别忘了 经验会骗人 而现场无会 我不和你争了 十年了 你直接说我是大老粗得了 这是你自己说的 秦郎你作证 大老粗 谁是大老粗啊 张队 谁要是敢这么说你 我跟他骑 我懂 你们俩是一伙的 你们合起来 欺负我 行行行 算你们有本事 这样吧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 我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 你 哎呀张涛啊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也只会有老办法办案 一时半会也改不了 除非 除非你意外了 张涛 你别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谢谢 书姐 你放心 我命硬 一时半会儿 死不了 你看看他这臭脾气 不是 哎 发现新情况 酒瓶上有死者的指纹 我觉得奇怪的是死者的胃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酒精呢 是啊 酒瓶上还有他的指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 会不会是他自己拿起酒瓶喝了酒 有可能他在再次挨打后 因为十分痛苦 所以他把丈夫留下的酒瓶里的酒都喝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虽然他丈夫打了他 但在他丈夫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之后他喝多了摔了一脚 头部摔到酒瓶上 不小心摔死了 这会不会证明他真的是意外死亡 现在我们都只是猜测 马上做指纹分离实验 看看最后覆盖上去的指纹是不是死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长队要失望了 多看一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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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秦朗 结果出来了 确定死者是最后拿起酒瓶的人 案子可以结了 是意外 不是凶杀 好 那你好好休息吧 问元元好 嗯 就这样 有事再跟你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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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遇见谁了 一直以来 你的那么勇敢 那么顽强 那么自信 罪犯根本不可能接近你 更不可能夺到你的生命了 成涛 十年了 这十年来 一直是我拿证据给你 这次你帮帮我好不好 帮忙 你告诉我更多的线索好不好 把你们手头上工作进展告诉我 心情最说 昨天晚上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反映 在案发当时 有一辆富康出租车曾经到过现场 全市有多少辆富康出租车 五百多辆 我们要给行营队更明确的线索 有 你看 我仔细地勘察了轮胎印 从轮胎的边缘磨损情况来看 这是一辆新车留下来的 而且呢 它的右前轮胎应该受过伤 你呢 弹壳 我已经比对过 现场打死张涛的那枚子弹 是从一把警用手枪里射出 你说什么 至少是和张涛所用警用手枪 统一型号的手枪射出 而且张涛的手枪 除了他自己的指纹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张涛被人夺去了手枪射杀自己 现场是这么说的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张涛不可能让别人靠近自己 哦 你们都在呢 别告诉我还没有线索啊 你有时间 好好学习学习 看看小报上都是怎么说的 刑警队长深夜会情妇 被情敌所杀 有的说刑警队长敲诈黑社会 给黑社会灭了 你看看 这都什么玩意儿 没想到现在的小报 开放到不要真相的地步 别跟我说 你们碰到自己人的案子 就束手无策 局长 好了 既然你们这么费劲 那我马上派个人给你 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陈三来下来 就是他 过来过来过来 这边杨维客人找的有个事 你好 我还有空吗 有什么事 我想用你的车 对这事 我能这个我们要跑一趟床主 到上哪儿 都是朋友 帮帮忙 陈三 这钱你麻烦可大了 帮帮忙 走 快点 陈三 把你外套拖下来 跟你说话了 把外套拖下来 陈三 这么多人听你一个人忙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 要把你送上断头台 来 你让张涛吃的那颗子弹 我们以后会让你吞下去 混蛋 你自己很清楚 你吸过毒放过毒 张涛处理过你三次 你对他还恨在心 你早就想做了下轮 行不行 走 张涛身材魁梧 经验也很丰富 更何况陈三是他屡次打击过的人 面对这样的人 张涛不可能不防着 怎么可能让他夺枪射杀自己呢 博士 你来看 没有火药残留 没有 没有火药残留 说明陈三没有开过枪 碍 没有火药残留 阿里 你自己 Evidence 入门 你肯定接受不了我们这结论 我也接受不了 你是想告诉我们 枪上有他的指纹 而他没有开枪 是 也就是说 他拿着枪 朝张涛比划一下 张涛自己就倒地了 而且这时候刚好有个子弹 穿过他的胸膛 而且这个拿枪朝他比划 又没有开枪的人 刚好又是被他打击处理 后对他怀恨在心的人 你觉得我们刑警队 会接受这个结论吗 对不起 老方 现场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东西 我非常欣赏你承认失误的勇气 但是在我看来 是我们忽略了你和张涛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 我并不想多做解释 我理解你们刑警队对张涛的感情 可是我和张涛的感情 你们根本就理解不了 我和张涛在刑警学院同学四年 我们在这个地方 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十年了 尽管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侦察理念和方式 那也是因为我们工作的不同角度所造成的 我知道 张涛对于你们刑警队 是好兄弟 可对于我 那就是另外一个何淑姐 这就是你们忽略了的关系 从现在开始 江雪飞作为法医学专家 介入张涛案件的调查 主持技术鉴定 我先走一步了 雪飞 你好 你好 我 有没有 有关心 不是 我 我 移买 我 我 别 有关心 我是 决 нап心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姐 你有心事 这已经是你喝的第三杯咖啡了 喝的太多对心脏不好 安夏伟 你要见的人来了 谁 谁要来啊 江雪飞 看来她的到来 你好像感到不安呢 让我不安的是 她会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 她不是被自己的枪杀害的 你看 张涛虽然是被 同型号的手枪射杀 但绝非张涛本人的手枪 从伤口看 她来说是什么 我会在那个地方 想让你带那边 这只能让你带那边 我会在你上导的地方 我会在那边 我会在那边 可以让你带你 我会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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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谢谢 博士 如果还有一枚弹头的话 那咱们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 不会被遗漏了 江雪飞在法医学上很有造物 你挺信任他们的 就像信任你一样 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枚弹头 我们就什么也搞不明白 而江雪飞的观点也会遭到质疑 雪飞你要知道 如果你错了的话 会导致整个侦察方向的错过 我只接受现场的暗示 作为法医 我不屈服于任何主观判断 包括你的 好 等一下 你确定现场还有一枚弹头 张涛的伤口不会骗人 我以我多年的 法医临床经验担保 你好 我叫秦朗 你放心 我会努力地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出去 陈三 我想先告诉你一个事实 我们有你在现场的铁证 能不能洗清你自己的罪名 就看你能不能说清楚当时的情况 我说了你会相信我吗 如果我不相信你 我干嘛要帮你洗脱罪名呢 那天晚上 是我打电话 约张队到家里站见面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放棄章队已经死了 就上车跑了 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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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你还是个孝子 你们难道谁都没有看出来她在撒谎吗 她现在说的和我们物证鉴定下来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她可是个隐君子 隐君子你们见过没有 毒瘾发作起来连青娘老子都会慢 像这样一个有毒品暗点的人根本不可信 只有你们才会相信这种拙劣的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有它的合理性 是因为陈三在慌乱当中捡起了张涛的手枪 并且在枪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干扰警方的视线 事实证明 我们在侦察的初期也确实受到了这样的误动 以为张涛被人夺枪射杀了自己 直到江雪飞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路 并且找到了杀害张涛的那枚子弹 你也不认为陈三个人合谋 现在都没有依据 他明显是在撒谎嘛 也许他有 但也只是一部分 我们只是不知道他隐瞒了什么 以及为什么要隐瞒 那才是最重要的 陈三要求见他母亲 陈三要求见他母亲 他又要耍什么花招 不行 陈三现在情绪极不稳定 寻死灭火了 我去拍他一把架 他就老实了 老冯 你不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陈三要见他母亲 说明他有可能说出全部的真相 那好吧 我去接他母亲 希望你们是对的 晓思二 走 走 走 到那儿走 来 妈 妈 儿啊 你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不嫌好啊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 你不是吃官子啊 就是在外面过日子 妈过的难哪 你知道 是谁照顾妈的吗 都是张队长啊 都是张队长啊 我这双眼睛啊 要不早就瞎了 如果不是张队长 自己掏钱给我治病 你 我今天又不能再看见你了 他花的是他自己辛苦得来的工资啊 他是在给你尽孝啊 我在电视上看呢 说张队长死了 妈 妈是一天都吃不下东西 现在 又传说 你跟张队长的死有关系 妈受不了了 儿子啊 什么事情 你都要说出来啊 要是你不说出来 妈死了 也不会放过你 你想一想 在九泉巷的张队长 他对我们家是有恩的呀 你出租社的工作 就是他帮你找的呀 做人有点良心 如果真的是你干的 你一定要承认啊 啊 知道了吗 他要是再不开口怎么办 他会说的 我赌这一把 我赌这一把 王老师 你好 什么 远远不见了 是吗 师父 几点了 早没人了 我女儿在里面呢 没学生了 哎 哎 您好 见证中心 秦姐 出什么事了 远远 别急别急 他不会丢的 远远那么聪明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舍着电话 他一打电话过来 我马上通知你 好的 快点了 方琳 把圆远还给我 你现在怎么有时间想起他呢 你把我圆远操哪儿了 你的圆远 你别忘了 他也是我的女儿 你没资格做他父亲 你又有什么资格做他的母亲 你是辅导过他的作业了 还是陪他上过钢琴课 你连最起码的生活 都不能给他 对 我是没有给他正常的生活 可你呢 你能给他什么呀 难道你也想让他受到伤害 让他知道你令我新欢吗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请你尊重我 方琳 你别逼我 你可以寻找你的生活 我不拦你 可是 你别想夺走我女儿 我是他的父亲 我有给他父爱的权利 你不配 秦朗 你看看你自己 你还是当年那个医学院的校花吗 你的满脸 只写着怨妇两个字 那是因为你无数次地伤害了我 那就让你的博士 去给你疗伤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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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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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